各位網友 我見到很多人 其他的時事評論員 都有懷疑歐洲國家的立場 尤其是他們對中國的立場 尤其是馬克龍去完中國之後所講的事情 其實歐洲國家內部對於中國的立場是有些分歧的 而他們正在做一個統合的行動 要統一了 然後跟美國合作 然後再跟中國交涉 最近出了文件 路透社拿了文件 就知道歐盟在說什麼 他們在談什麼 我看看大家 這種清了台中的彈卷組合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珍珠奶茶彈卷 它的彈卷外面有珍珠奶茶味 裡面真的有珍珠的 不是開玩笑的 花生粒蛋卷 兩盒 251元兩盒 如果每個兩盒便宜一些 462元四盒 全部獨立包裝 非常漂亮 真的有珍珍珠奶茶 根據路透社 見過的聲明草稿 他們正在調查一份聲明 當然這個是subject to 最後的修訂 美國和歐洲聯盟 在本月底 談好了 將會採取聯合行動 他們的聯合行動 就是怎樣 他將對中國問題分為三部份 現在這個就牽涉到第二部份 就是怎樣對付中國的非市場行為 就是怎樣國家補貼之類的東西 以及協調給此半導體貨品出口管制 如何管制貨品出口 以免中方獲得了這些產品 可以做武器 來對付歐美 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 第四屆會議 30至32號開 這個就是簽紙的 之前他們正在討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歐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這些人出席 所以正在調查這份草稿 一直在討論 美歐雙方 討論如何解決非市場行為 和經濟脅迫 這個經濟脅迫 大家知道最出名 當然就是脅迫澳洲 但是現在正在脅迫 立陶苑的脅迫很重要 火車不可以去立陶苑租過出來的 並且設定期對話 如何阻止自己 企業的知識 幫助戰略對手 第一 反對別人利用經濟脅迫 採取共同行動 第二 不要幫助別人做些事情 將來會打自己 美國和歐盟協調敏感 敏漢出口 最新是什麼呢 我也很驚訝 就是 德國最新的 那間最大的 數控機床的出口公司 它佔了很多 高級的數控機床 高級的數控機床有三個國家有做 德國、日本和美國 但是這間是那些最高級的 控制了三、四十個巴仙 以後每一個數控機床 做什麼事情 放在哪裏 都要登記 以前它賣了出去就不管了 它就會派人去看 以及數控機床教導 只能夠做那件事 怕你拿去做武器 因為高級的數控機床 是機器之母 為什麼呢? 你用一個高級的數控機床 來生產一些零件 才可以做到機器出來 如果數控機床不准的時候 五叉大 你的機器就會更加嚴重 其中包括具有軍事用途的貨品 以及半導體 就是半導體 除了Aspio之外 歐洲 是有三間車用半導體廠 是世界五大入面 有三間 在歐洲 但是它們的晶片 就是 低納米的那些 其實是在台積電做的 多數是在台積電做的 這支聲明草稿 只是提了中國兩次而已 他們不是很想提中國 暗示 等如看Harry Potter 你知道誰吧 那個不可以說名的那個人 你知道誰嗎 聲明另外點名中國的醫療器材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疫情期間 他們發現 歐洲沒有能力做大量的口罩 隔離衣 還有 那個是 基本上 世界上 八成那些 做抗生素 和維他命的活性藥物 是中國做的 然後到第二處 會加工成為各種藥品 他們一定要解除了 對中國的依賴 另外這個就是困難 反制外國對資訊的操控 如何集體可以反對中國操控的資訊呢 譬如中國專門幫俄羅斯講假資訊 講俄羅斯沒有侵略到烏克蘭 雙方致力和七大工業國家合作 喏 你要知道七大工業國家 就是有三個 有四個是歐洲國家 有四個歐洲國家 加上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 三個 有三個歐洲國家 G7就比較少國家現窩 就容易訂立一個統一的陣線 然後 但是這三個國家 德、法、義 就是歐盟的領袖 所以就串同歐盟 對付中國的經濟脅迫行動 譬如現在對立陶宛進行的貿易限制 G7 是一步步來的 即是你同不同意拜登也好 他上任兩年以來是有系統的東西 就是照著他的目標前進一步步照 有時因為局勢問題會拖慢一點點 有時會快一點點 但是他是有系統地一步步迫進 這不是拜登的功勞 我看下來是因為他那群人 蘇利文、布林肯 這群人 是在華府做了很久的 他們知道華府如何操作 是很成熟的一群官僚 他們的計劃是相當圓順的 以及特朗普不同 第二就是 你看他一用的人 差不多沒有換人 特朗普幾個月換一次人 當然那些政策沒有這麼穩定 G7峰會 5月19日至21日突覆 在這裡先拍板 然後月底去歐盟拍板 將討論中國國家的經濟脅迫方法 以及提出如何應對 G7的聯合聲明 對抗經濟脅迫 以後你再靜 動硬又不跟這個買 所有國家一起作出反應 以及力增供應鏈的銀性和公平競爭 公平競爭就是 你不能夠什麼都國家補貼 供應鏈的銀性 我講幾件事給大家聽 剛才我講了藥物 以及一些醫療產品 第二就是太陽能板的多晶貴 現在八成是來自中國的 中國又有八成是來自新疆的 這個 第二就是 與稀土有關 以及鋰電池有關 不是礦 是鋰電池的提煉 西方國家和日本很少做這些提煉廠 因為污染得很厲害 而這些提煉廠就被中國壟斷了 但是你不能夠依靠中國 就一定要想辦法建這些提煉廠 另外據在新德里的英語頻道 World is one news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2022年2月宣佈跟俄羅斯總統普京 無上限的友誼 歐盟就要打破對北京的依賴 覺得完全不可信 你完全不可信 俄羅斯是對歐盟最大的威脅 而你跟俄羅斯的關係無上限 這件事情是每個人都會拿出來說的 於是歐盟為了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就是向這個地區20個國家加強政治經濟 他們弄了一個叫做全球門戶 其實這個就是 在某種情況之下 他們就會投資亞太地區全球的落後地方 來跟中國一帶一路對抗 當然 他們不准你貪污 要透明 計劃可行 這些就是他們所做的事情 這次歐盟印太外長論壇 歐盟和印太外長論壇 一起舉行論壇 是多重要呢? 沒有請到北京 大家已知發生什麼事 在幾十年來把北京當作主要商業機會之後 歐盟希望在這個地區擴大影響 來減少對中國入口的依賴 包括 歐盟向綠色經濟過度極為關鍵的原材料 這個是指很多的稀土 以及電池 我也說了 稀土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 整整一下人就不挖 這些東西 因為 你掘出來是要很多噸泥才有少許的 第二就是提煉是非常有毒的 非常toxic的 要用化學成品 這個非常toxic 就是Nickel 幾件很重要的東西 Nickel 其實就是在印尼多的 以及澳洲多的 這個 李呢 李呢 是在印尼多的 然後是智利 Cobot 是在江國最多的 歐盟27國內長 12日 討論了這份 歐洲對外事務部起草的文件 如何減低對中國依賴的風險 建議一 對中國投資 嚴格篩選 每個人去中國投資 涉及高科技都要批准 一定要嚴格篩選 第二 出口限制 不要將關鍵的東西出口給中國 讓中國打死自己 第三 關鍵產品供應來源多樣化 這就是我講的了 環保和數碼 轉型的關鍵電池原材料和關鍵礦物 這些東西 一定不可以靠中國 歐盟外長 高級代理 駁雷爾 至少幾個原因 是一定要 歐盟徹底調整對中國的政策 因為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升溫 中國發生巨變 第一 中國變了 不是以前認識的那個中國 高唱民族主義和高唱民族主義 以及高唱意識形態 反對普世價值 二 歐美競爭 中美競爭激烈 究竟你的立場是怎樣呢? 第三 中國在區域和全球問題上周圍插手 這三個理由如何應付呢? 這三個理由 金融時報 博雷爾的信件說 中國問題比俄羅斯問題複雜得多 俄羅斯問題 只要這次打低了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 然後繼續 歐盟已經斷了 德國斷了北極一號北極二號 再不跟俄羅斯買石油和天然氣 俄羅斯的經濟就一蹶不振 俄羅斯的問題容易解決 中國 問題複雜 中國是養了一個巨人出來 以中國的野心 是要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簡單來說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其實就是要稱霸世界 等於德國的日爾曼民族偉大復興 其實就是要稱霸世界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黃道精神 其實大和民族復興 就是要稱霸世界 俄羅斯就算在烏克蘭失敗 中國繼續去做他們的事 而且 他會利用俄羅斯的失敗 增加他的地緣政治優勢 大家明不明白他說什麼? 首先第一 剛好俄羅斯宣佈中國可以在海參威出口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去海參威 如果用貨船運到海參威 由海參威出口 很容易 在夏天尤其是走到北極洋航線 去俄羅斯 就快了很多 除著俄羅斯勢力如果是衰弱的話 中亞五國可能陷入中國的勢力範圍 而且俄羅斯的遠東 也陷入中國的勢力範圍 而俄羅斯更加會服從中國 於是中國就變成邪惡軸心的中心 合作 競爭 對抗 他現在完全 這三個就是拜登所說的話 對抗 競爭 在天氣、氣候等問題合作 就是核心 問題是有多少對抗 有多少是競爭 有多少合作 如果中國 是有地緣政治上的野心 有意識形態上的擴張 就是變成了對抗 大家在科技上 在商業上 那個就是競爭 希望在疾病、氣候等地方 可以合作 這三件事 在不停在平衡 而哪件事多點 哪件事少點 就看中國行為的變化 但是一定要跟中國接觸 因為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 你不跟他接觸著 就非常危險 你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也可能擦槍走火 中國不會突然消失 這個龐大的存在 佔了世界GDP18% 你一定要處理它 除了跟中國的關係 跟美國的協調非常重要 但是絕對不是靈和遊戲 就是美國跟中國議員競爭 只能夠有一個贏家 其實如果中國順從的話 就可以大家雙贏 否則就變成鬥爭 參與會議的官員說 確認歐宗關係 是夥伴 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但是越來越多是制度性對手 這很嚴重 由於台海關係日益緊張 歐盟如何處理台海關係呢? 有些人認為台海關係不是很重要 譬如馬克宏說過 台海關係和歐洲沒有很大關係 但是也有很多歐盟國家發表了聲明 駁斥馬克宏說過 所以這個是分裂的 就是 台灣如果出了問題 是歐洲的問題 因為歐洲很多貨是經過台海渠 而台灣同樣掌握了半導體 先進半導體的九成 而且打破了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 對於世界局勢是有長遠的影響 參考文件這樣寫 中國變化很大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急劇抬頭 美中激烈抗爭 中國轉化這個事實 因此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統一的戰略來對付它 Europe must speak with a unified voice 一個統一的聲音 前不久 賦予終結對華立場分歧的搏雷利華 如果我們在中國崛起 想在中國成為強權的情況之下 有影響力 如何可以影響到世界歷史的前進呢? 歐盟一定要團結 如果歐盟分裂了 就即是你沒有影響得到 歐盟外長會議18日 已經對中國政策達成共識 三個重點 他們將所有東西歸納成為三點 價值差距 中方是不接受普世價值 挑戰普世價值 經濟安全 做生意 經濟的問題 戰略安全 地緣政治、戰爭、戰略、經濟和意識形態 歸納成為三點 而戰略安全兩大重點 台灣和烏克蘭會不會打仗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波瑞爾 歐盟對外事務部 在會前提供一份文件 叫做重塑我們和中國的關係 和中國交和 和中國競爭 受到外長歡迎 於是就教準了歐盟 對中國戰略 大家達成了共識 同意了 巴瑞爾 將外長 會議討論了四小時的中國議題 分裂為三點 價值觀 政治體制 大家的理解不同 即是他們不是想改變中國 但是中國不能夠將這套價值觀輸出 變成森林法則 以及因為你的政治價值觀不同 你的行為難以預測 經濟安全問題了 歐盟對中國的逆差很大 一定要改變 一定要改變 大家看看 這裡來講 歐盟和中國的逆差 一向是平穩的 到了這裡 2020年因為疫情 買多了很多東西 2023年開始跌下來 出口的東西不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逆差 到了3,657億美元一年 這是相當龐大的數字 大家看看 它越是深色 越是依靠 跟中國的逆差嚴重 這裡 荷蘭 其他這些歐洲中央地方 喏 出口是如何呢? 歐洲出口、入口 只是農業產品而已 美國出口去美國 13% 中國7%很少而已 由美國入口6% 中國入口6% 這是 第三點 做生意 歐洲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嚴重 戰略安全 兩個議題 台灣和烏克蘭 歐盟繼續保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以及保持中國和美國的往來 而且希望台海形勢不要升高 避免打仗 但是一定會不停提醒中國 如果你打台灣 是不可接受的 用武力統治不可接受的 對烏克蘭 如果中國無法促使俄國撤軍 歐盟不可能和中國發展正常關係 如果你和俄羅斯還在眉來眼去 歐盟沒有辦法和你保持正常關係 這就是德國外長 跟秦剛說 你說中立是不可以的 在侵略者和未侵略者之間 你一定要承認俄國是侵略 然後你所說的話才有用的 波瑞爾說 將各國外長的看法 變成這份參考文件 到了6月底 歐盟高峰會議就會談妥了他 同時他對歐盟執委會 共同準備一份關於經濟安全措施的提案 6月底 歐盟27個 領導人一起開會 另外一份傳到歐盟委員會 大家看看這些新的了 G7峰會 歐盟27個國家在斯德哥爾摩召開 設立原物料俱樂部 減少對中國經濟制裁 19至21號 G7峰會在港島舉行 接下來 對付中國的經濟脅迫 3031號 現在接下來這兩件事 將會在美國和歐盟在瑞典 舉行第四輪美歐貿易技術委員會 於是在這裡就會解決 非市場行為 經濟脅迫 以及協調出口的東西 這段講到這裡 各位網友 母親節快要來了 想盡孝心 又未安排好節目 那怎樣呢 最好就是自己下廚 煮些東西 慰勞一下勞苦功高的母親大人 夠誠意 又不用出去被人逼 為了減輕大家的煩惱 人民超市準備了三個福袋 由5月1日到5月14日 任軍選擇 福袋1 急凍日本飛駝牛煎消片 BM9至10 頂級的了 200克 228元 台灣沈家花生 220克 250克一瓶 有很多種味道 任選一瓶 這個厲害了 日本九州白豚豬首粒 很好吃的豬肉 500克超過1瓶 原價39元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D24 榴槤麻糬4顆 原價33元 加起來多少錢呢 這個就是370元 親情價多少錢呢 198元 只買飛駝牛呢 在街上都買不到 何況就送了這麼多東西給你 好了 福袋2 一家家韓牛肉眼把 200克 298元 韓國真露燒酒 一瓶 15元 台灣 驚脆脆炸雞皮 兩包 70元 這個韓國 blank deck 煙燻雞胸肉 這些健身的人很喜歡吃的 這個100克一包 15元 加起來多少錢呢 390萬元 親情價 220萬元 是不是抵得哭呢 什麼叫喝飽吃醉呢 吃鑽完扒 然後再喝真露燒酒 然後再吃著雞皮送酒 是不是很過癮呢 好了 福袋3 日本 飛駝牛 火鍋片 BMS9-10 頂綁了 200克 238元 日本又是了 九州白豚豬 梅花火鍋片 用來打邊爐很棒 300克 79元而已 台灣 驚脆脆炸雞皮 30克 兩包 原價70元 加起來 387元的 現在 親情價 188元 用來打邊爐 真是棒 有牛 有豬 頂級的牛和豬 然後再吃點雞皮 這個是 優惠期 由2023年5月1日至5月14日 快點把握機會 給一個窩心的母親節 驚喜給媽媽 等哪呢 1 太碰了 1 3 5